哈喽大家好 在我们东北这个时节正是农忙秋收的时节 家家户户收玉米收黄豆 砍大白菜储备秋菜 然后天哪马上也快冷了 今天老一爷准备上山昆天玉米结杆 然后储备留着冬天喂牛 老一爷他家大黄牛准备就派上用场的 然后现在他准备要去套牛吃的去了 我带你们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那个老牛 一爷看看 哎呀这牛是不是大了 吃饭了 这下来手段也慢了 干活也干不动 干不动活了 那一个圈里边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老一爷说一会把这几桌全领的上山 你们有没有见过东北套老牛车的 这个叫啥阿姨 给他带这个 现在给他带嘴上带叫啥 这去年冬天这个牛可瘦了 天都暗和他还能长点肉 那两头牛 圈里那两头牛 你看这个牛要走了着急了 现在在东北农村就是这种老式的牛车也非常的少见了 因为基本上养这个肉牛还有繁殖牛的比较多 这老爷跟那个牛养的年头多了 然后兔的有感情了 也不舍得卖 这牛妈还扯不得干活可好了 是不是 还挺好的 哎这小车有年头了 有年头 哈哈哈 现在看这样的老式的这种拖车套在牛车上这种车的话很少很少的 这个是啥 就是 这砸 一块把牛车套好了 然后准备就上山了 去捆玉米结杆 现在玉米结杆在我们农村确实是好东西 特别是对养牛户来说冬天储备结杆 然后粉碎完了之后喂牛 这牛特别爱吃 一块咱就准备上山了 看看坐上我心爱的大牛车 准备上山了 跟老爷爷上山的去捆结杆去了 我们这一路长途跋涉的 现在马上快到达木地地了 进山了 你们看看我身后全都是松树林的 还有桌树 这山里边的空气牢好 呼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带你们看看我们东北现在深秋的季节 大山里的没劲 看看现在这边是天的 是一天比一天冷的 桌树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枯萎了 现在地上铺了一层金黄色的软米棉的 这个就是松树的松树叶子 我们这一路颠播 终于到地上了 今天外面天的还算是挺好的 有很多粉丝都问我 说飞飞你们家属于是山区吗 我家这是山区 就是四周环山的 空气确实是非常的好 也属于是市区的近角 离市里的话 开车的话也就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去到地方了 老爷把这几头牛 然后全都给它拴在一边 因为山上 现在这个季节也没有啥东西了 让他们吃点炒 活动 它这个秘密结杆 前几天都已经擀完了 看看一堆一堆的 这老人就是非常的勤劳 然后一会儿 他把给它捆上之后的话 储备的留到冬天的时候 然后喂牛 这准备的是啥阿姨 准备的是啥捆包你来的 捆包你来的 这是啥 铁丝 还有那个叫电话线 电话线 这全肺无利用上了 一捆一捆捆上就行了 回家还用量吗 不用量了 直接就上座 上座就行了 得盖上是不是 今年东北这边的玉米大丰收了 长得非常的好 一直到那一起那条 我天哪看看 这一大片地 捆完玉米结杆 也得一段时间 还得往家拉 现在玉米结杆 在我们农村来说 确实是好东西了 不像说以前 玉米收割完回家之后 遍地里全都是玉米结杆 现在基本上玉米掰完家之后的话 地里边全都是空荡荡的一片了 可见结杆在农村来说变成饱了 基本上就是说 没有这种大片玉米地的 都得花50块钱一亩买这种结杆 所以说现在结杆在农村来说 是非常抢手了 也不用像以前了 收割完之后 结杆成为农民一大难题了 烧光啥的 就是怕污染空气 近几年农村严谨分销结杆 就是大力保护生态环境 所以说这样的话 既废物利用了 而且又节省资源了 可见结杆确实是好东西 然后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